第501章 野人山 五 给庄瑞留猎物了 一枪放到之后 北上就沿着原路返回寻找庄瑞去了 回到了早上休息的地方 哪儿还有庄瑞两人的人影呢 张国军在向四周找了一阵之后 也没见两人的踪影 在这里到处都是枯叶 脚踩上去根本就留不下什么痕迹的 最后还是马六说回营地看看 指不定那两个人找不到路 就先回去了呢 张国军这才带着几人返回了矿场 问了巡逻在矿场周围的护矿队员 这没有一个人见到庄瑞等人 这让张国军吓得不轻 连忙通知了正在山上寻找矿卖的胡荣 从野人山边缘赶回到矿场 本来就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再加上他们在森林里耽搁的时间 这会儿已经是下午了 也就是说 庄瑞和彭飞失踪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四个小时 其中所有人进野人山 胡荣因着脸思考了半刻之后 下达了命令 他心里明白 如果庄瑞真在自己的地盘上出了个三长两短 那不但要被秦浩然斥责 恐怕还要承受中国境内的某些压力 胡荣现在是后悔莫及啊 早知道就自己陪着庄瑞前去打猎了 那样怎么都不会让他们走失掉的 从小就在帕赶地区长大 没有人比胡荣更加了解野人山了 那里就算最有经验的老猎人都不敢深入 庄瑞万一跑错了方向 进入到野人山内部的话 胡荣简直不敢想象其后果 只是现在也不是责备张国军等人的时候 在集合了四五十人之后 胡荣只留下三个人看守矿场 其余的人都被他带往野人山 去寻找庄鹏两人去了 鹏飞 怎么了 那么紧张 刚才吃饭有点急 而且这糯米坛很沾 躲在了肠胃里 庄瑞正准备活动一下 突然被鹏飞的举动给吓了一跳 噓 鹏飞侧过头 让出了半边身子 示意庄瑞往前看 你妈呀 庄瑞顺着鹏飞的视线看去 顿时浑身发寒 脊背上都感觉到凉嗖嗖的 在他们的正前方 就是那个四五十米大小的水塘 而此时从水塘里 钻出来一条长有七八米 顽口粗细的巨蟒来 正游离着向庄瑞和鹏飞的方向爬来 这条巨蟒 浑身长满了细小的青色鳞片 并且在盲身上 还掺杂有交错排列的椭圆形黑斑点 爬行的速度不是很快 那扁长的舌头高高的抬起 不时从嘴里吐出十几公分长的红色蛇性 一双眼睛 犹如同龄一般大小 盯着庄瑞和鹏飞两人 鹏飞此时心中也是异常的紧张 庄瑞不清楚这东西 他可是了解得很 这个并不是蟒蛇 而是被称为丛林杀手的森燃 森燃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蛇 最长可达十米 重达二百二十五公斤以上 粗如成年男子的躯干 但一般森燃的长度在五点五米以下 森燃生性吸水 通常栖息在泥岸或者潜水中 捕食水鸟 龟 水豚 磨等 有时甚至吞吃长达一米五左右的鳄鱼 森燃会把鳄鱼紧紧的缠绕 直到它窒息死亡 然后整条的吞下去 以后几个星期都不用进食 森燃无疑是蛇类中的王者 虽然不同种类的蛇之间会互相吞食 但是无论哪种蛇 包括巨猪的眼镜蛇 都是成年森燃的猎学对象 其他蛇对成年森燃够不成危险 风哥 退后一点 彭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这条巨大的森燃 不过他此刻的手心里全部都是汗 因为彭飞知道 这种森燃的生命力极强 如果被他缠上的话 就算自己打爆了他的头 都极有可能被他那巨大的缠绕力将骨骼挤压断 此时彭飞并不敢率先动手 他在等待着这条森燃主动开始攻击 在和彭飞对峙了一分多钟之后 这条丛林巨无霸 似乎感觉到对方不怎么好惹 视线终于从彭飞身上移开了 爬到那只已经死去的山猫旁边 用身体将山猫卷住之后 将只拖到了池塘里面 这水塘看样子不浅 那条巨大的山燃滑入到里面之后 翻了个浪花就不见了踪影 想必是在水里开始吞噬本属于彭飞的猎物了 这玩意儿个头真大呀 有点像电影《狂马之灾》里的那条芒蛇 钟瑞不知道这种散然的可怕 刚才在彭飞身后 居然还抓拍了一张相片 这会儿正在数码相机上看着 他在想 等自己回到国内 要是把这东西发到网上去 肯定能羡慕死那些经常在网上撕换 并且喜欢出外旅游探险的旅友 对了彭飞 刚才为什么不开枪呢 钟瑞有些遗憾 即使自己这次进野人山 找不到那批黄金 要是把这盲皮给剥下来 那也是件不错的战利品呢 钟瑞 他不来招惹咱们 就谢天谢地了 要是休息好了的话 咱们继续赶路吧 太阳落山之前 要是回不去就麻烦了 彭飞翻了个白眼 脑子坏了 才会去主动攻击这森人呢 别说被他给缠绕上 就是被那尾巴给抽上一击 都是个筋断骨舌的下场 这会儿 彭飞真是有点急了 他们现在已经深入到野人山里了 如果在天黑之前不能回去的话 在丛林里过夜 可不是个好主意 要知道 一般的大型猛兽 可都是在夜间出没的 连殿的四季之坟 虽然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这个季节 森林里的动物 的确是少了许多 在后面的路程里 倒是没有再遇到什么危险 在下午两点多钟的时候 两人来到一处 林木稀少的半山腰上 彭飞对着 庄瑞数码相机上的地图 仔细地看了好几分钟之后 抬起头肯定地说道 专哥 就是这里了 找找看 来到这里的一路上 庄瑞在灌木丛里 又见到不少的死人尸骨 想必都是被日本人杀害的 搬运黄金的缅甸人 彭飞既然说地图没错 那这里 应该就是藏宝的地点了 两人在周围一搜查 宝藏没发现 尸骨和腐烂的衣服 倒是找出来不少 居然还有几把三八大概 只是那木头把柄 早就腐朽了 枪身上也是绣一般般 不仔细看 还以为是个烧火棍呢 专哥 没有 半个小时之后 两人碰了个头 都是没有什么发现 不过彭飞可以决定 这里在他们之前 再也没有人来过 往上面走点 再找找 庄瑞心里有些不解 按理说 这日版鬼子穷途末路的时候 应该不会有多少功夫 去深藏宝藏的 只是庄瑞拿着彭飞 带来的弓冰桥 连接了好几处 发现都是生土 说明以前那些地方 并没有被挖开过 这盗墓的手段 也不是全然无用 最少知道 怎么分辨生土殊土 让庄瑞不至于四处挖坑了 庄瑞 您来这里看一下 走在前面的彭飞 突然喊了起来 跟在后面不识 挖两铲子的庄瑞 连忙跑了过去 庄哥 您看 这里的山体有些不对 有爆炸过的痕迹 这些土 应该也是后来填上去的 彭飞面对的是一处山岩 一般的山岩 都是山石裸露在外面的 但是这处山岩上 却全部都是土壤 上面长满了杂草 庄瑞不知道 彭飞所说的爆炸痕迹 是什么样子的 但听他说可疑 就上前走了一步 双手贴在山岩上 做观察状 眼睛却是释放出了灵气 往山岩内部看去 好 终于找到了 就在庄瑞眼中的灵气 穿过这些土壤之后 看到的是一片被碎石遮挡住的洞口 在那些碎石后面 是一个只有十二三米长 两米左右高的小山洞 虽然里面没有任何光线 庄瑞依然看到了十几个铁皮箱子 金子 真的全是金子 庄瑞心中激动了起来 当灵气穿过那薄薄的铁皮箱子之后 一片耀眼的金黄色 顿时映入到眼睛里 这些金子应该都经过回炉 因为出现在庄瑞眼中的金砖 每一块都像是以前的那种肥皂大小 整整齐齐的排列在一起 什么东西啊 妈的 怎么这里也有盲石 庄瑞正要仔细看一下 有没有那张纸函上所说的翡翠石 突然感觉到脚下一沉 似乎有什么东西 在拉拽着自己的裤子一般 低头往下一看 庄瑞顿时吓得 一佛出世 二佛升天 原来 是一条巨蟒 正顺着自己的裤脚往上爬呢 庄瑞连忙往后退了几步 这不料脚下被石头一半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而那条弯口粗细的巨蟒 沿着自己的右腿就往自己身上盘来 手里的枪虽然举了起来 可是庄瑞不敢开枪呢 这蟒蛇就盘在自己腿上 一枪下去的话 说不定蛇没打死 腿倒是会断掉 第五百零二章 野人山 六 庄瑞呢 已经被汗水打透了的裤腿 此时变得凉索索的 而那扁平幽黑的舌头 还在往自己身上爬着 似乎把庄瑞当成什么枯枝断树了 碰 庄瑞 你小子笑什么 快点帮忙呢 庄瑞突然想起 身边还有个人 他此时可是一动都不敢动 因为那舌头 已经爬到了小弟弟的部位 万一舌性大发咬上那么一口 庄瑞这辈子的幸福生活 可就是完了呀 彭飞此时的表现 让庄瑞有些不解 哥们都成这样了 他还能笑出来 难不成 是想独吞着饱丧不成 庄哥 这蛇不是森人 没攻击性的 看把您吓得 彭飞见到庄瑞 实在是撑不住了 也就没再逗他了 弯腰抓住了那条蟒蛇的舌头 用两手拎了起来 然后把这条四米多长 弯口粗细的蟒蛇 挂在了身上 不咬人 庄瑞见到彭飞的举动 不由的愣住了 感情这蛇也有吃素的呀 嗯 这是缅甸蟒 不咬人的 彭飞把蟒蛇的头 抓在手里 然后将只缠绕在胳膊上 这条浑身幽黑的巨蟒 的确很温顺 一点要攻击彭飞的意思 都没有 听完彭飞的解释 庄瑞才明白 缅甸蟒和森燃是不同的 森燃具有极强的侵略性 但是这种蟒蛇 心情却很温和 很适合作为宠物饲养 甚至新手饲养也很简单 如果是流川在这里的话 一定也能分辨出来的 这条蟒蛇终究是野生的 还没有经过训养 在彭飞身上缠绕了一会儿之后 就滑落到地上 钻入到那岩壁之中 瞬间就不见了踪迹 这有个洞 周瑞正发愁 如何解释宝藏在里面的事实呢 低头看那蟒蛇消失的地方 有一处直径在二三十公分大小的洞口 再用灵气向碎石后面的山洞看去 那条蟒蛇果然盘行在山洞的地上 嗯 庄哥 如果没错的话 那批被日本人抢留的黄金 应该就在里面了 这种蟒蛇 一般都喜欢的树洞或者山洞 这些阴阳的地方生活 也就是说 这岩壁里面 肯定是有个山洞的 从周围遗失的日本三八大概 和那些头骨来看 这里应该就是埋藏黄金的地方了 而且这岩壁也有爆破的痕迹 虽然天长地久 还是瞒不过彭飞这个专家的眼睛的 彭飞把庄瑞想说的话都给说了出来 都省了庄瑞的功夫了 只是 要不要把这山洞给炸开 查看一下那批黄金 庄瑞现在确实没有想好 对于庄瑞而言 炸不炸开这个山洞 都没所谓的 因为他已经看到了里面的黄金 就算是炸开的话 他和彭飞也搬不走 摸得着 但是得不到的感觉 可是不怎么好受的 别说是十吨黄金 就是一百公斤 他们两个都带不走 更何况 还有近三十箱子的翡翠珠宝 不过那些装珠宝的物件 称箱子不合适 只能称之为盒子 三十只盒子 吃白满了两个大铁皮箱子 彭飞 黄金应该就在这山洞里 咱们要不要把它炸开 庄瑞征询了一下 彭飞的意见 不管怎么说 两人都是一起来的 没有彭飞带路 他根本就到不了这个地方 我听您的 庄哥 您说怎么办 就怎么办 彭飞倒是省心 把这事又推给了庄瑞 庄瑞翻了个白眼 没好气的说道 我说你小子就不好奇啊 这里面可是十吨黄金啊 价值在十亿人民币以上 够你花几辈子的了 嗨 庄哥 别说是十吨黄金了 我只知道 咱们两人带个十公斤都够呛 彭飞倒是看得透彻 他们身上的枪支弹药和别的东西都在二十斤以上了 根本就不能再多袋东西了 十公斤 我还真不稀罕 十公斤黄金 不过价值一百多万人民币 庄瑞有这功夫 还不如去怕赶翡翠市场里面掏弄几块好原石呢 嗯 庄哥 我就是这样想的 如果黄金藏在这里面 别人没有藏宝图的话 肯定是发现不了的 咱们现在取不走 要是把山洞炸开 说不定就被别人给发现了 我看还是保持原样吧 彭飞看了看天色 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他是想尽快的往回返 否则 天黑之后看不到自己所做的那些记号 说不定真要迷失在这野人山里了 庄瑞在眼闭前来回转起了圈子 这笔黄金的数目实在是太大了 别说他们只有两个人 就是二十个人在这里 没有现代化的设备 也是没法将之运走的 跟胡荣谈牌 把这地方告诉他 庄瑞脑中出现了这个主意 不过随之就被他保定掉了 倒不是说庄瑞信不过胡荣 主要是庄瑞信不过胡荣手下的那帮子人 都说钱不要动人心 那帮子汉子 要是见到这批黄金 说不定连胡荣这个东家都不认了 要知道 十吨黄金 足够那四五十个人 跑到国外逍遥一辈子的了 如果真发生了那样的事情 庄瑞告诉胡荣 反倒是害了他 骂他 实在不行 告诉雷哥 就是送给国家 也别扔在这野人山里墙 而且国家总要给自己留几个吧 以欧阳磊的能量 派遣一支特种部队进来 想起出这笔黄金 倒不是很困难的 庄瑞这会儿 脑子全部都在胡思乱想 这笔黄金 的确是让他动心了 庄哥 您要是能搞一辆直升飞机 我就有办法 把这笔黄金运出去 彭飞见到庄瑞皱着眉头的样子 知道他在想什么 这野人山的另外一头 就是中国的边界 从那里乘直升机过来 只需要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直升机彭飞本人就会开 到时候 再叫上两三个 有过命交情的战友 肯定能神不知鬼不觉的 将这笔黄金运到国内去 直升飞机过不了中缅边境 开什么玩笑 中缅之间的边防 根本就不严密 不说森林接壤的地带 就是两个村子之间 也不过相隔几十米 很多缅甸人 早上从家里到中国打工 晚上再回去睡觉 那边境就是形同虚设的 直升飞机 那肯定要惊动国内的军方了 算了 以后再说吧 咱们先回去 庄瑞知道这里也不宜久留 沉吟片刻之后 决定先回矿场 等到日后再慢慢的想办法 这地方 就是再过几十年 也不见得会有人来 庄瑞不怕没时间搬走这批宝贝的 下了决定之后 两人就开始往回走了 不用再看太阳辨别方向 两人的速度比来时还快了许多 庄瑞的耐力 让鹏飞都是咋舌不已 中间休息的时候 庄瑞还有余力的放了几箱 当手表上的指针 只在下午五点半的时候 两人终于闯过了几个涨气区 算是来到了野人山的边缘处 而此时天边的太阳 也快要从野人山脉 沉落下去了 此时森林里的光线 变得愈发暗了 走在前面的鹏飞 打开一盏照明灯 再辨认着他所留下的记号 这临海茫茫 稍微走偏差一点 说不定又回到野人山里去了 当年这样冤死的人 可是不在少数 还有半个多小时就能出去了 庄哥 小心一点 傍晚出来觅食的动物比较多 走在前面的鹏飞 回头交代了庄瑞一句 只是话声未落 突然从头顶传出乌音一声 紧接着 一个黑眼从树上扑了下来 这黑影 似乎有些惧怕 鹏飞手上的照明灯 他应该是对着 走在后面的庄瑞而来的 身体在半空之中的时候 一只长着尖利长齿的爪子 对着庄瑞的脑袋就抓去 妈的 哎呦 庄瑞根本没看清楚 是什么东西扑向了自己 只感觉到脑袋上传来一阵风声 左手臂下意识的抬了起来 耳中随即传来 一幅被撕裂的声音 手臂一凉 一阵剧痛通过左手臂的神经传入到脑海之中 没等庄瑞反应过来 胸前又传出一声爪子抓在铁皮上的声音 确实那黑影一击不中 落到地上之后 紧接着另外一只爪子 投在了庄瑞胸口的子弹夹上 是豹子 庄瑞 开枪了 回过身的鹏飞 将照明灯对准了黑影 两人在一瞬间都看清楚了 这是一只皮毛非常美丽的金钱豹 那身金黄色的皮毛 在灯光下耀耀生辉 由于这豹子是和庄瑞纠缠在一起的 鹏飞根本就没有办法开枪 而庄瑞的冲锋枪 则是背在右肩后面的 现在也没有时间拿过来了 惊急之下 右手拿着的军刺 对着半立的豹子腹部就捅了进去 哦 被扎了个透心凉的豹子 口中发出一声惨烈的叫声 他现在知道 这两个人不是自己的菜了 转身就往树上窜去 砰 鹏飞手中的枪终于响了起来 随之 一声重物落在地上的声音 也传到了庄瑞的耳朵里 向着那灯光看去 原本已经爬到了树上的豹子 重重地摔了下来 不住地在地上抽搐着 庄哥 你没事吧 鹏飞顾不上去看那豹子的死活 连忙把照明灯对准了庄瑞的手臂 这次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